国歌会TTA这次率96家的新创造美国CES来参长 多么好成绩了 共吸引了3.2万人次到访 创下了历年的新高 包含智慧医疗 AI跟绿能等等的领域 都让国际是为之惊艳的 而法国和加拿大等等都展现了 对台湾技术非常有高度的兴趣 更有多家的团队在当场就获得了国际的订单 投资人参观者把台湾探位挤得满满满 国歌会TTA率96家台湾新创团队 在美国CES展创下亮眼成绩性超过3.2万人次来访 比去年暴增近两倍 我想美国的这一部分 对于我们的AI还有我们的一个精准健康 他们是特别有兴趣的 那另外还有一类是那个环保 进行减碳我们有几个公司的新创公司 在这方面的技术是他们蛮青睐的 混浪吸水透过滤芯苗变饮用水 包含这家在内已有多个新创公司 在CES展分别获得美国 法国 阿拉伯等国订单 共吸引全球29个产业超过5000次洽谈 我这对不同的阶段的新创团队 都有它很大的帮助 我想这一次新创团队最大的收获 也是来这里做一个国际网络的一个连结 那在资金然后在订单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收获 这次台湾在智慧医疗AI等领域表现经验 来自全球投资人南发普罗斯政府 还邀请到当地交流 台湾积极发展的下一座护国全山电动车产业 新创的技术让加拿大都按赞 那刚好这次我们团队也有不少在这个 AI相关的电动车的应用 像还有充电桩等等一些技术 可以做一些合作跟交流 所以副主委有邀请他们就是 我们那个十月泰展的时候 一起来台湾一趟 可以跟我们展示一下 加拿大在这个电动车产业一些创新技术 国科威TTA全力支持之下 让新创团队和日本韩国等多国代表团 进行国际交流也强化未来合作机会 东森财营新闻的汇集刘子腾 在美国采访报道